大盘下午震荡上行 在尾盘的时候还拉了一个翘尾 但就是这种拉翘尾行情 而且今天大盘已经收复了二十日线啊 有四千多家上涨 只有不到一千家在下跌的情况下 你说这种情况走出一个反包扬 而且收复了二十日线 靠不靠谱 很多人都说这个位置这个拉升非常好 承认这个拉升是非常好的 因为毕竟大盘收回到二十日线上方 这个呢我个人感觉的不太靠谱 什么原因呢 因为大盘马上距离咱们的四月末 就剩下四个交易日了 明天后天加上下周一周二 那马上就把这些个所有的丑媳妇给见公婆了 这种情况 那能不能大盘在这个位置就这么干起来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很多人都说没有啊 就是我们自己问你说什么能上得去 你都不相信呢 为什么 因为每年的就在四月末的时候 这个位置都会出现一些幺蛾子 别看今天走出了一个反包扬 就像这里 这里不也曾经走过大的反包扬 然后第二天不也跌回来了吗 就像这里来了一个大的反包扬 第二天跌回来了 明天是什么 明天又是星期四吧 那明天星期四这个位置能不能起要额子再来一个反包音线呢 那可真是乐的大了 看这里刚来了一个反包 然后又来个反包音 来个反包扬 又一个反包音 而留给现在剩下的时间 本月要结束 就剩下四个交易日了 明天是星期四 那星期四这个位置会不会走出一个黑周四 我们可不确定 这个位置 你看外盘 外盘这几天都涨了 包括美股的什么上升 美股的又是道指啊 又是什么纳指的 而且我们说的重点就是我们中概股 连续两天上涨 每天涨幅 纳斯达克金融指数都涨幅超过了2% 那都是什么样的 而我们今天大盘这一个洞一共指数才上涨了0.7% 很少 那么总结一句啊 先说大盘今天这种上涨 我们心里头比较忐忑 因为上涨的四千多家 下跌的不到一千家 就是这么多上涨 大盘今天走着还是这么费力 证明什么 就是大盘在这呢 消耗的动能太多 那么很有这种 就是好像特意的护盘计价 这不就是大盘鼓搭台 小盘鼓唱戏吗 那么说到大盘鼓小盘鼓 我们看一眼这个东西 你看 是不是白色线在下 黄色线在上 可是大盘鼓还在往上翘呢 也就是大盘鼓根本不是搭不搭台的问题 就是大盘鼓小盘鼓 同向共振向上涨 即便是这么种涨法 那么大盘也才涨了这么一丢丢 所以说呢 咱们就担心了 说这里啊 如果按照趋势来看 现在呢又回到了中轴 中轴现在哪啊 三千零五十点附近 今天收盘价 三零四四 三零四四又回到了二零线上方 我们在这里头 二月五号上上涨第二天突破了二零线之后 一直有一个观点 就是大盘指数在二十线上方 我们仍然按照反转行情来对待 说的是什么 就是大盘已经经过三年多的下跌 从三七三一 一下子跌到了两千六百三十多 那三千七跌到这儿 那可跌下来七百点 那跌下来将近百分之二十 是不是这样 那这样呢 现在只刚刚的上涨 这可没有断定 说没有办法断定 这里就是一个牛市来了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只是按照一个反转行情 反转就是长期下跌 转过来现在已经不是熊市了 那么不是熊市之后是什么 是不是牛还没法决定 所以这儿呢 还得往前走 尤其是这一波急掌 八连洋四连洋结束了 一个月就结束了 那么现在横盘又震荡了 横盘震荡了两个月呀 为什么说两个月 你看从这儿到这儿 这不将近两个月吗 如果在过去四个交易日 再开盘就是五月六号 那么正好离这儿 现在横盘震荡两个月 那么大盘就是在这个 四天交易日当中 如果还是这样的围绕着 二十日线来回震荡 是不是那这两个月 就这么荒废了 很多人现在呢 指数回到了三千 就是在三千 三千零四十四 就是二十日线上方 可是个股又跌下来了 那么原本从二月五号 这一波上涨 也就是大家回血的东西 现在又拖回去很多 现在心里呢 很着慌 所以呢 我们再看一看北向资金 北向资金 今天又净流入超过四十六个亿 而且大盘权重指标股 今天分化挺严重 如果今天权重指标股 分化的又不是这样严重的话 可能大盘直接就跳起来了 甚至直接涨到五日线上方 甚至收出一个中央线 那么明天大盘在这个位置 会不会再走出一个反包阴线 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假如今天尾盘 要是外盘 欧美股市要是跌了 我们中概股也跌了 市场上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A股是跟跌不跟涨啊 你看人家呢 中概股包括外边美股 美股已经连涨两天 我们才涨了一天 昨天还跌了不少 那今天看上去是一个反包阳 可是个股没回来呀 因为昨天下跌的 那今天没回来 比比皆是 所以说在这呢 我们现在一定要小心 大盘仍然在二十日线上方 这是上升指数 可是其他指数可不是 你看 是不是这还是下跌趋势呢 这是什么 这不是深层指吗 深层指现在显手 今天显手一下的六十日线 六十日不是长期趋势吗 那么我们再来看创业板 你看创业板还破了六十日线 那证明什么 长期趋势跌破 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寻底的过程 再来看这个 看这是科创五零 科创五零 现在呢 出现了一个反转格局 但它是由于这波紧急下跌 带来的 叫超跌反弹 而大盘今天走的性质是什么 刚才我给大家数了 上证指数走的最好 那么上证指数里头走的最牛的是什么 不还是咱们上证五零吗 但即便是上证五零走的最牛 也没有回到五日线上方 证明这个位置呢 市场还是很弱的 如果明天上证五零要是跳水的话 那上证指数是不是就跟着跌下来了 因为刚刚收回到二十线上方 一下子再跌回去 那可很够呛 所以明天在这个位置就显得尤为关键 那我们再看看 包括创业版 包括深层指 尤其是科创版 虽然通过他们都发现了这种超跌反弹 那么这儿你没有办法确定这已经止跌 所以大家看看我这里啊 这个是早播报 早播报的主要内容呢都在这里 说的是什么 我的观点短线呢 只是一个超跌反弹 这是今天早间八分钟给大家能收到的早播报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啊 加了关注这都能收到了 我的观点是这是今天早间说的 短线超跌反弹一触即发 那么今天呢已经反弹了 并且是这个是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这是不是超跌反弹 那么在这已经收回到二十线 这就是反弹了 如果反弹要是结束了 是明天下跌 是不是也很正常 没错 所以明天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两点 第一 北上资金能不能继续尽流入 别光流出 一流出 大盘飞给砸下来不可 另外第二个风向标 880472 牛市的起手券商 明天能不能起腰额子 起腰额子是啥意思啊 明天在这个位置 今天没有收回到五日线上方 明天便一下子连时间都跌破了 那叫什么 那不就叫做二次寻底吗 所以看注这两个 很关键了 好朋友们 我是股邦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明天早间我还要找个报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那个 点了关注 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 找个报的主要内容是 把外盘的走势 包括欧美 包括我们中概股的表现 因为他们会影响明天大盘的开盘 还有今天三点半以后 到明天早上六点半之前 发生的所有这些消失 所有这些消息 就包括大盘今天为什么涨这么多 这不总得给个理由吗 这些消息我都梳理好 用早报报 一起分享给大家 朋友们 加了关注 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了 明天早报报 Jay 再次进行